地球正面临着气候变迁的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指出 全球暖化有可能会让动植物的体型逐渐缩小 气温每上升摄氏一度 植物幼芽和果实最多可缩小17% 海洋无脊椎动物体型最多可下降4% 鱼类的体型则可能缩小达22% 但这些影响还不是气候变迁最严重的后果 气候变迁真正对粮食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那个再变性的天气 就是我们所谓的极端的气候 包括这些暴雨干旱以及包括低温 虽然气候变迁是全球暖化 但是事实上也容易发生低温的灾害 这种灾变性的天气通常会造成粮食的生产 相对来讲很不稳定 所以变成就像我们一个人 比如说你的收入 你原来预期有多少收入 但是临时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有那些收入 那这个时候在你的生活的运作上就出现问题 这个粮食的供应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原来预期可能全世界有多少的粮食生产 然后它可以分配到不同的国家 看怎么分配的方法去这样子 但是一出现这种临时的状况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粮食市场就乱掉 那一乱掉的时候大家抢购粮食 那那个时候你越贫穷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全世界的粮食储备量只够吃53天 而台湾粮食自给率大约只有三成 如果发生粮荒 可能就会买不到粮食 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为世界上其一种主要作物 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四五个区域生产 例如美国 澳大利亚 南美洲 俄罗斯 和欧洲 只要这几个粮仓 发生气象灾难 不管是干旱 洪水 或是异常的气温 就有可能造成全球粮荒 回顾2006年 澳洲大旱 2010年 俄罗斯干旱 2011年 澳洲洪水 欧洲干旱 2012年 美国干旱 气象灾害 将成为未来的常态 过度集中化的粮食生产 让世界上许多国家 即使国境内没有发生天灾 却依然会缺粮